就在这里 放我下来 郑双双虚弱地说 叶好轩放她下来 然后扶着她向前走 郑双双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清醒 她走到墙壁上站直了身子 对着那光滑的墙壁四处摸了片刻 随着她右手摸到墙壁上 只听低一声响 一个虚拟影像从墙体上调动了起来 上面提示出 验证掌纹和瞳孔 以及面容等一系列安全措施 郑双双伸出自己的掌纹在虚空中一按 然后又伸出脑袋 让一束激光照在自己的瞳孔上 片刻以后身份验证完毕 只听低一声响 一个冰冷的机械音响起 身份验证完毕 请 随着这个声音的结束 只见一朵密不透风的墙体 向两方慢慢地收去 门开之后 三架形状如同飞碟一样的东西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是什么 唐义愣了愣 不知道 但既然被他藏得这么隐秘 我想 一定是逃生工具 郑双双做完这点事情 仿佛是用尽了浑身的最后一丝力气一般 他倒在叶好轩的怀里 连抬起根手指都困难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唐义又问 我了解村政作夫 他是不可能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 如果不是这一次他儿子死了 恐怕他早已经想到办法逃脱了 现在 实验室要爆炸了 这里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 郑双双 靠在叶好轩的怀里 他勉强 拿起了一个U盘 塞到了叶好轩的手里说 这是我偷偷考来 关于村政作夫 研究的一切的罪证 和相关实验资料 辛苦你了 现在 好好休息一下吧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紧紧地揽着郑双双 不 这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 如果不是这样 当初在华夏 我找到你之后 就不会再离开你 郑双双的声音像是在抑郁 你说什么 你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吗 叶好轩吃了一惊 但是郑双双说完这句话 已经晕倒了过去 回头再说吧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先离开这里 而且这个玩意儿怎么操纵 我还不知道呢 唐一说着走进了一架 像是飞碟一样的机械跟前 这应该是潜水用的 先进去 叶好轩抱着郑双双 走到了潜艇的跟前 这东西自人体感应的 有人走了过来 他马上自行弹开 一个勉强能容两人进去的门 出现在眼前 叶好轩抱着郑双双走了进去 唐一也跟着走了进去 这东西要怎么操作 唐一看着密密麻麻的机械仪器 他感觉到有些头晕 徐阳 村政左府的质问 郑双双勉强睁开了眼睛 他努力不让自己睡过去 我马上去 叶好轩走了出来 他按照原路返还了回去 现在的村政左府应该已经死了 只是他不是改造者 不会马上成为一具干尸 叶好轩一见将他的右手斩下 扯起了一块塑料布 包了起来 匆匆地返还了回去 就当他要回到潜艇里面时 他心中不由的毅力 一股凛冽的剑意 骤然从身后涌起 该死 竟然忘记留声 斟责这个老家伙了 叶好轩暗骂了一声 他猛地一个回头 手中太长一阵 一剑向后展出 嗡 一声震人心魄的剑意 从太长之上发出 剑意化作了一道白马 与叶好轩身后的那道剑意 重重地积在了一起 砰一声巨响 叶好轩身形一阵 退了数步 他的虎口隐隐地有些声唾 一身蓝袍的柳生真则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手中的秋水寒意似起 他盯着叶好轩道 东西交出来 什么东西 村政左府的首长吗 叶好轩反问 油盘里面的东西 交出来 柳生真则的身上杀气四伞而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叶好轩摇摇头道 不过就算是我手里有你要的东西 我也不会随便地交出来 因为你不配 郑栓栓盗起了所有的实验资料 而且还把存档的资料毁掉 你手中的优盘 是我们所有研究的成果 柳生真则说 你说这个白人 叶好轩拿出了郑双双给他的优盘问道 不错 给我 我放你们走 柳生真则神情一解 他有些期待地看着叶好轩手中的优盘 给你 叶好轩右手向前一申 优盘向柳生真则飞了过去 柳生真则一喜 他手一伸 就要向那个优盘抓去 起料他的手刚伸出来 一道伴随着杀气的剑意骤然浮起 柳生真则吃了一惊 他连忙缩手同时低头回避 就在他回避的那个瞬间 一抹白盲瞬间极致 正中那个优盘的正中心 啪一声响 那个金属优盘被叶好轩一剑斩得粉碎 这个优盘是特制的 水火不清 就算是遭到了损害 也会有办法 从他的身上读出内容来 但是叶好轩这一剑斩下 把这个优盘斩得粉碎 就算是技术再高 恐怕从这上面也无法读出什么来了 这是村政佐府研究的所有成果 现在几乎毁于一旦 现在村政佐府已经死了 等于说他的基因技术彻底的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叶好轩 柳生真则大怒 他周身四处的真气 骤然鼓荡而冲 雄兵秋水丝毫不加掩饰地 散发出了凛厉的剑意 啪 柳生真则头发上的竖发 带被他的真气炸开 他的一头白发四处散开 壮若疯子一般 柳生真则在我国的名望很高 他是首屈一指的主见师 为了以示高深 所以他一般都是 我国古代贤职的打扮 但是他现在已经怒急 真气毫不保留地运转 他身上的饰品一一地炸开 村政佐府已经死了 你还想为他效力吗 叶好轩奇怪地问 柳生真则似乎很生气 甚至村政佐府死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么大的气 这是为什么 我柳生真则 从来不为任何人效力 柳生真则手中的秋水 缓缓地举起来 他冷冷地盯着叶好轩道 村政佐府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任务 你杀了他 毁了他的实验室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 叶好轩 你不该毁了那些资料 这些东西极有可能是我们 走向另外一个文明的东西 可你毁了他 你竟然毁了他 柳生真则显得非常的愤怒 这有些出乎叶好轩的意料之外 他盯着柳生真则片刻以后 才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村政要气 一直是在问你效力 叶好轩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太长道 老狐狸 你隐藏得好深啊 我们一直以为 是被村政左府耍得团团转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你才是那条最大的鱼 你说的没错 我才是最大的那条鱼 凭村政左府这个小角色 他也配使得动我和真数 想知道事情的起因吗 哼哼哼 柳生真则冷笑了一声 我当然想知道 不过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说 因为这个地方要爆炸了 五分钟说完这一切 然后我五分钟解决你 剩下的五分钟我离开 说吧 叶好轩看了看时间 距离爆炸还有十五分钟 原因 要从数十年前 一场夺宝之战中说起 那时你们华夏天将祥锐 四海生平 中原之地凸显天空 而且天空附近的任何人也不能接近 华夏有捕三高手放出消息 主神物出师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不知道什么原因走漏了风声 传遍了大半个地球 各国的神秘势力参与到多宝之战中 但是大家凭得你死我活的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最后 只有我和真叔 还有你们华夏的云中五蓝 以及一品夫人活了下来 果然 事情的起因 还是因为女拔放出的假消息 叶好轩苦笑了一声 那时候 我和真叔还年轻 修为不及现在这般浑厚 被云中五蓝击上 之后一品夫人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便奉她为主 一起对抗云中五蓝 我们双方明争暗斗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进入了那个突然出现的遗迹之中 柳生真则陷入了灭怀之中 他淡淡地说 可惜呀 云中五蓝终究是太强了 我们和一品夫人联手 也勉强只能和她打个平手 你们装的东西是什么 一本古书 叶好宣问 是的 一本古书 上面记载着大道长生之法 那一部道点上有云 谁若拥有此道点 便是拥有了长生 但是我们和云中争取不下 最后谁也占不了便宜 而且那个时候因道点一味 所以天坑有塌陷的危险 因此我们和云中五蓝谈和 道点上记载了两种长生之法 一品夫人和云中五蓝 要将道点一分为二 云中的那半部 是苦修之法 以无上信仰之力沟通天地 汲取天地日月清华 让自己达到永生 而一品夫人那半部的方法 则是有些极端 需刚成形的泰尔维也 混一无数的天才地宝 可保清纯永住 我想没有这么简单吧 这两种方法 不是只能暂时维持住 他们的青春 制造出来一种假象 想要真正的长生不老 那就是要找到天机所 叶浩轩了 笑了一声说道 你说的没错 事情的确是没有那么简单 想要达到真正的长生不老 需要找到天机所 破开的 永生的秘密才会真正地实现 所以云种乌兰这些年 一直在寻找天机所 柳生真则说 那一品夫人呢 她为什么不去寻找天机所 而只是发展村政要起的势力 叶浩宣问 村政左府是我发现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我会做一些极奇怪怪的梦 梦中有好多关于改变基因和长生的东西 这些都是神域的人对你的干预 你竟然妄图通过 对人体基因的改造 达到永生 叶浩宣冷笑了一声道 明白了 村政左府只是你的傀儡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你暗地里受益的 而一品夫人似乎只关心道典的东西 所以 由你发展势力 最后 连她自己也死在了你的手里 你猜得不错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杀一品夫人 那是因为我知道所谓的道典的长生 只不过是 远古的某位大能留下来的一个坑 他就是误导得到道典的人 打开天机锁 好放他出来 对 他就是女八 可惜云中雾兰最终还是把他放出来了 叶浩宣术 可怜的人哪 被人当作了棋子 柳生贞泽冷笑了一声道 连你自己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 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是棋子 难道你真的认为 你所谓的基因改造能让你长生了 而且能让你统治这个世界 叶浩宣同样冷笑了一声 但至少 我成功地造出了神 如果不是出了意外 这个世界已经建立新的秩序了 我们已经迎接梦中的那些神的到来 可惜呀 这一切都被你脚迫了 你让我的计划 一切都落空了 柳生贞泽说 等到他们真的利用你拔灭世之举 破开三千世纪的禁止 那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也是你的末日 叶浩宣呢 笑了一声 他举起了手中的太长道 五分钟时间到了 我该送你上路了 叶浩宣我还有些秘密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要知道 这是你最后一次活着说话的机会 过了今天 你必死无疑 柳生贞泽道 我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 你所谓的梦不过是一些欲外之人 想破坏我们这个世界的禁止 而托付给你的 可笑的是你竟然相信 现在时间的关系 你的秘密我也懒得知道了 我只想送你一程 出剑吧 我要看看秋水和我的太长 到底哪个更强一些 说真的 误出了剑心之后 手持秋水 我几乎少逢低手 纵然是 剑胜悟出了剑破 但是堆上我的秋水 还是略逊一场 不过你不一样 柳生贞泽咧嘴笑道 说真的 也好学 如果不是为了扎住你 咋在火山口的时候 我就会和你好好的大声一场 可惜 我怕我的计划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我就用了师母话 我原本以为你会就此为谜不振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突破了天界 果然 如你们华夏说的那样 人算不如天算 柳生贞泽 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秋水 一抹寒芒 在秋水上一闪而适 今天就要通通快快地战一场了 拿出你真正的实力 和我好好的打一场 柳生贞泽 大笑道 五分钟内解决不了你 算我输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哈哈哈哈 五分钟 医生不会是真的把自己 当成大能的圣旨了吗 柳生贞泽笑道 他总觉得叶浩轩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会忘记再装逼 或许 或许 用不了五分钟 叶浩轩补上了一句 狂妨之徒 柳生贞泽大喝他 刷嘴皮子上的功夫 不算是真本事 如果医生真的这么自信 那么我们就手底下建真章吧 柳生贞泽突然大喝了一声 他猛地向前掠击 手指中的秋水向上映着 一抹凛厉的剑影 带着让人胆寒心惊的寒芒 骤然行长 剑心 已经是剑道至高境界中的第二重 领悟了剑心的柳生贞泽 举手投足之间 都带着一丝天敌之威 仿佛万物浸在雄中 一条条的剑气纵横交嘴 在柳生贞泽的跟前 形成了一条条鱿鱼一般的东西 缓缓地流转 剑道 由大唐时期传入窝国 那个时候窝国国力低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信仰 没有任何的国粹而言 但是自从剑道意图传入窝国之后 在窝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认识谁 也没有想到窝国竟然会有人 悟出了剑心 要知道啊 在华夏泱泱的大国里面 也就只有一个剑圣所修的剑道 号称是精彩绝艳 叶浩轩至今也无法忘记 剑圣在窝国第一次出场时 那种惊艳 剑洞九州 风云突变 那漫天弥漫的剑气 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惊胆战 叶浩轩也多想自己能够悟出剑破 可以让自己在举手投足间 拥有那种天地之威的感觉 让自己一抬手 无数悬在半空中的剑气纵横而来 把眼前的这个老鬼斩成渣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虽然想的是不错 但是叶浩轩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他只能提着手中的太长 以剑道入门的剑意 和礼物生斟责对拼